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第一季度净利润创下新高,达463亿美元,同比增长41%。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这一数据时隔两年,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主要受人工智慧、AI半导体需求推动。 在这十家企业中,汇达表现尤为突出,其净利润达187亿美元,同比增长26%,占总利润的约40%。 这一占比较2022年的4%大幅提升,显示AI半导体已成为行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台积电同样业绩亮严,创下三年来最高利润,其高效能运算产品销售占比达59%,较去年同期扩大13个百分点。 与2022年相比,行业增长动力已发生显著变化。 2022年时,受半导体供应短缺和居家需求影响,智慧型手机和个人电脑的提前更换带动了CPU及记忆体销售,三星电子和英特尔表现出色。 两家公司利润占总体的47%,而2025年,AI半导体成为主导,挥达的新型AI半导体Blackwell开始量产,进一步推动了收益增长。 然而,并非所有企业都在这一轮增长中受益。 英特尔持续面临困境,不仅CPU销售不振,其2021年开展的代工业务也出现亏损,已连续三年出现最终亏损。 三星电子在尖端AI记忆体开发方面被SK海力士超越,2025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也被后者反超。 此外,售纯电动车需求放缓和中国企业增加通用产品生产的影响,汽车半导体市场也面临挑战,依法半导体净利润同比减少89%至5600万美元,创下9年来新低。 市场对第二季度预期较为乐观,预计十家公司净利润将同比增长30%以上,创季度新高。 AI半导体需求预计将持续扩大,挥达SK海力士和台积电有望保持良好盈利趋势。 不过,AI半导体市场也存在潜在风险。 随着投资可能减缓和生成,AI服务普及,半导体需求可能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AMD与多家人工智慧,AI出创公司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旨在增强其软体实力并打造更卓越的晶片设计。 随着AI公司纷纷寻求挥达晶片的替代方案,AMD已开始扩展及打造可竞争硬体产品的计划,并收购了四伏器制造商,City Systems等公司,以实现这一目标。 但要打造成功的晶片产品线,还需要一套强大的软体来高效运行AI开发人员构建的城市。 AMD最近几周收购了几家小型软体公司,以提升人才储备,并一直在努力增强其软体产品线,ROCM。 AMDAI高级副总裁Bonsee Bopner表示,对他们来说,这将是一段经过深思熟虑,经过深思熟虑,跨越数代的旅程。 AMD致力于改进其ROCM和其他软体,这对AI企业初创公司Cohere等客户来说是一个福音,因为它可以快速进行变更并添加新功能。 Cohere专注于构建针对大型企业的AI模型,而非像OpenAI等公司那样专注于基础的AI模型。 Cohere执行长Aidan Gomez表示,AMD在改进其软体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Aidan Gomez表示,将Cohere的软体迁移到AMD晶片上运行,以前需要数周时间,现在只需几天即可完成。 Aidan Gomez拒绝透露Cohere软体究竟有多少依赖于AMD晶片,但称其为它们全球运算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AMD执行副总裁Forest Norwood表示,OpenAI对即将推出的MI450系列AI晶片的设计产生重大影响。 AMD的MI400系列晶片将成为该公司计划2026年发布的新型伺服器Helios的基础。 辉达也设计了整台伺服器,部分原因是AI运算需要数百甚至数千个晶片串联起来。 OpenAI的Sam Altman出席了AMD在圣河赛举行的活动,并广泛讨论了两家公司的合作关系。 Forest Norwood表示,OpenAI的要求对AMD如何设计MI450系列记忆体架构, 以及硬体如何扩展到构建和运行AI应用程式所需的数千个晶片产生了重大影响。 OpenAI还影响了晶片针对哪些类型的数学运算进行优化。 OpenAI给了他们很多反馈,他认为这些反馈对他们的设计有很大帮助。 这些美国科技企业在全球持续发力,刺激了法国。 该国总统马克宏正推动法国成为全球最先进半导体制造重镇, 破坏停尽2奈米制成的野心,并呼吁鸿海协助强化法国半导体能力。 马克宏在法国巴黎MIYTAC会议一场小组讨论会上表示, 法国必须借由生产全球最先进的2至10奈米半导体, 在全球科技供应链取得一席之地。 但他也坦诚,如果要达成这些目标, 法国可能需要台积电或三星等跨国企业在该国设立制造工厂。 目前,全球5奈米以下晶片主要由台积电和三星生产。 苹果最新iPhone搭载的晶片由台积电以3奈米技术打造。 马克宏说,如果想强化法国产业, 如今必须持续扩大生产等级合适的晶片。 参加这场小组讨论会的还有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以及法国Mistro AI执行长Arthur Mensch。 黄仁勋表示,辉达旗下第一颗绘图处理器GPU就是在法国制造。 生产这颗GPU的是目前已改名为 义法半导体ST Microelectronics的SGS Thomson Microelectronics。 另一方面,马克宏也提及法国国防电子业者Theos, 互联元件制造商Radio及鸿海新合作关系。 这些公司正探索在法国设立半导体组装线与测试工厂可能性。 马克宏表示,希望说服这些企业全面进军制造领域, 而非局限于测试,进一步巩固法国晶片能力。 法国之外,另一家台厂核硕加速布局美国, 6月中旬日带子公司Poketron Technology Service Inc. 公告,宣布斥资8500万美元, 设立100%全资美国子公司, 作为公司业务需求的长期投资。 联系执行长郑光智先前于股东会指出, 为应对美国关税政策, 在北美的布局除墨西哥厂外, 美国厂的评估也进到尾声阶段, 并透露与其他同业的选址不会相差太远, 暗指德州可能为最后选址地。 郑光智提到,赴美设厂需考量相当多面向, 包含土地、人力以及电力, 其中,电力取得与专业人才, 是最后的选址关键。 同时,计划将自动化设备导入墨西哥厂, 以及未来的美国厂区, 以应对人力问题。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